皮洛世世的胜利 这句谚语啊 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 比如 某甲遇到了某乙 甲问 这件事情成功了吗 乙呢 一脸的苦涩 事情是办成了 但这只能算是皮洛世世的胜利 那皮洛世世什么人 皮洛世世的胜利 又是什么样的胜利呢 皮洛世 是2300年前 希腊西北部的城邦 伊比洛世的国王 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 也就是马其顿王后奥林匹亚斯 她就是出自于伊比洛世王族 所以算起来呢 这个皮洛世啊 他应该是这个著名的 亚历山大大帝的表兄弟 当然 这个是亚历山大病逝了五年以后 皮洛世呢 才刚刚出生 亚历山大死了以后 他所打下的庞大的帝国啊 就陷入了群雄争霸 四分五裂的状况 亚历山大的母亲 奥林匹亚斯呢 他也卷入了这个争斗当中 所以他最后呢 奥林匹亚斯王后啊 他也被篡位者呢 杀了 整个庞大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呢 就被亚历山大的部下给瓜分了 这场战乱也波及到了 偏居西北的伊比洛斯王国 皮洛斯的父亲 也就是伊比洛斯的国王 也被推翻了 忠心的仆人啊 就抱着幼小的皮洛斯 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们呢就逃到了邻国 那因为皮洛斯他的一个姑姑 在这个邻国呢当王后 但是呢身为姑丈的那个国王啊 他呢怕萤火烧身 对于是否收留小王子啊 犹豫不决 但这个时候呢 奇怪的事情发生 这个小皮洛斯啊 他竟然蹒跚着爬到了姑丈的膝盖上 依偎到姑丈的怀里 老国王抱着这可爱的孩子啊 怜爱之心的油然而生 于是呢就决定不戏一战 也要收养小王子 皮洛斯长大以后 在姑丈的帮助下 他率领军队 打回了自己的祖国 夺回了伊比鲁斯的王位 以后在纷乱的希腊战局中 皮洛斯呢就以他的表兄 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自居 合纵连横南征北战 很快他就成了地中海世界的名将国王 而这个时候和希腊割海相望的罗马 已经从一百年前 那场差点被高楼人毁灭的打击中啊 缓过进来 经过一个世纪的征战 他从最初的一个罪而小国 势力呢就开始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半岛 在意大利的南部 有一个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 他叫塔兰托 现在呢他是意大利啊 一个著名的军港 以塔兰托为首 整个南部的沿海啊 被称作大希腊地区 因为这个地方呢都是一些希腊殖民地 随着罗马的不断南清 大希腊地区呢 他就预感到了威胁 于是塔兰托就决定聘请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战神皮洛什 请皮洛什国王前来阻止罗马的扩张 皮洛什接到邀请 内心呢非常高兴 而希腊的那些割据势力啊 也希望呢把他支到国外去 所以也积极地为他呢提供支援 参照他去征服意大利 于是皮洛什就率领了三万人马 三十头战相 登上了意大利的徒弟 罗马人当然知道皮洛什的名望 所以他们呢赶紧就组织了五万大军 南下与皮洛什对峙 这个呢是罗马人啊 第一次和希腊人的作战 罗马人的武器呢是短剑 而希腊人手中的长枪就有十多米长 这个呢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当时他进行了一种改良 这种作战的模式呢叫马其顿方阵 你远远的看上去吧 简直像一团刺猬 而且罗马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大象 更何况皮洛什又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战术家 所以第一场战役 皮洛什就打败了罗马 罗马死伤了六千人 皮洛什呢伤亡三千人 表面上看 罗马的损失啊 要比皮洛什要高得多 但是皮洛什损失的都是他从希腊带来的精兵良将 罗马是在本土作战 他的兵源补给啊源源不断 而皮洛什呢 他是在境外作战 他死一个少一个 补给就很困难 他意识到问题严重 所以呢 他就决定派使者跟罗马和谈 条件很宽松 只要罗马你保证放过塔兰托就可以了 为了表示诚意 皮洛什呢 他赎金也不要了 他就把这个六百名啊 罗马的战俘无偿的遣还给罗马 罗马的元老院呢 心动了 英国一方面嘛 皮洛什他的名声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呢 第一仗就打败了 觉得要跟皮洛什作战的没有这个把握 他的条件呢 谈的也不错 所以呢 觉得皮洛什还是一个比较能够说通的人 因此就准备接受和谈 但正在这个时候 已经退休在家的那个前执政官 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一个老贵族 他叫阿比亚克劳迪 这个克劳迪 他就是一百多年前 那个强强名女啊 维基尼亚的那个克劳迪的后代 他就让子女将他抬到了元老院 他在元老院大骂这些后辈的议员啊 是罗马的不肖子孙 他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演讲 罗马绝对不能在战败的情况下和敌人和谈 皮洛什要想和谈只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离开意大利 再派使者来谈 克劳迪家族啊 他是罗马几百年的名门望族啊 这个瞎了眼的阿比亚克劳迪 在罗马也绝对算得上是德国望重 他主持建设的阿比亚大盗 已经2300年了 目前还在使用 所以呢元老院呢 就接受了老克劳迪的意见 就拒绝了皮洛什的和谈 并且呢 将已经回国的这个600名罗马战俘啊 还是在归还给你皮洛什 你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我绝对不接受你的这个所谓的好意 这个时候呢 皮洛什身边的一个御医 他呢产生了叛变的念头 他呢就悄悄的和敌人接上关系 表示愿意为罗马效劳 利用他御医的身份啊 给皮洛什下功 但是要求呢 罗马呢给他一大笔赏金 罗马元老院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啊 就写信给皮洛什 请他擦亮眼睛防范身边的小人 罗马人希望以皮洛什堂堂正正的 在战场上决胜负 不希望被后人 说是使用下三连的手段 谋害敌人的主帅 皮洛什呢很快就查出了 这个御医的阴谋 将他呢就就地正法了 那么为了感谢 罗马的君子之风 皮洛什呢 再将那600名战俘 再无偿的归还给了罗马 那就算是还了罗马这个人情 第二场战役呢又打响了 罗马派出了五万军队 皮洛什方面呢是两万人嘛 这一仗呢 皮洛什又胜利了 罗马伤亡了将近一万人 皮洛什呢 他的损失大概是五千 只是和上次一样 皮洛什手下的大将 和无数酒精战争的老兵啊 都死在这次战争当中 所以当部下向皮洛什祝贺 我们又取得了第二次胜利了 皮洛什呢非常苦涩的说道 再来一次胜利 我们就完蛋了 从此以后 皮洛什式的胜利 就成了代价惨重 得不偿失的一句谚语 流传至今 皮洛什呢 北上罗马 他呢要做出攻打罗马臣的态势 但是罗马呢毫不畏惧 全民动员 做好和皮洛什 数次一波的准备 皮洛什呢 既然恐吓无效 他也知道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 攻下罗马 只好撤兵 皮洛什在意大利和西西里 也就转战多年 可以说是战果辉煌 美战必胜 但是基本上是一无所得 当他后来又返回希腊的时候呢 又卷入了希腊的内战 而他最后的结局呢 也很有戏剧性 在一次功臣的作战中 他的军队啊陷入了巷战 有个老太太躲在房顶上 他看到啊 下面的巷子里啊 自己的儿子在和敌人作战 那老太太护子心切啊 他呢就从房顶上掀起一块砖头啊 就朝敌人砸去 结果敌人呢 就被这么一砖都给砸死了 而这个被砸死的人 正是皮洛什 一代名将皮洛什啊 居然被一个躲在房顶上的老太太 给一板砖砸死呢 实在是死得非常的窝囊 一百年以后 当人们把汉尼巴 誉为亚历山大之后的 第二军事家时 汉尼巴说 不排在我前面的应该是皮洛什 汉尼巴说